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公室里电话接不完 店外头还有客户得招呼 镜头再转到房屋现场 房众业的假日很忙碌 仔细瞧 同一个物件就有两组房众带看物 大门外还有另一组 这位业务员招呼客户一次就是两组 因为现在其实预约的人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刚好同时间的时候就会一起把客人带过来 比较省时间 你这是看了第几栋 我看了第三栋 奢侈税上路后 房地产市场价格不跌反涨 以这户二手房来说 六月前一瓶大约60到70万新台币 六月后跳到70到80万 房众业者透露 15%奢侈税已经悄悄转价消费者 两个服务小姐分头介绍 凑在样品屋前的客户七嘴八舌 那么意在打压房价的奢侈税有没有效果 建案现场似乎看得更清楚 根据统计 台北市与新北市二月平均房价分别是74万与30.6万新台币 奢侈税冲击后的三个半月 却双双涨到77.5万和31.2万 创下历史新高 房价没跌 这位民众点出关键 这种税不在我们的考量 因为我们不是要投资 我们是真的是要找一个环境很好的一个住家的品质 物以稀为贵 土地供不应求成了房价走高的主因 就连板桥也加入百万俱乐部 但奢侈税仍成功打跑投资客 转而投资店面 却又间接垫高店面租金 据了解 台当局推出了很多方法来抑制房价 其中就包括了推出贫下住宅 那老百姓也反映了 这些贫下住宅不是位置不够好呢 就是数量不够 所谓的合一住宅 现代住宅和社会住宅呢 加起来的户数不到2万户 这和台北市新北市加起来一年的交易量16万户相差甚远 从车值税到推出贫下住宅 台当局应该说是伤出了脑筋 但是房价似乎还不是很给您 我是黄辉 现在台湾 前段时间我们的节目报道过 台湾知名艺人高凌峰的老婆金有庄 在8月初的七夕夜的时候 被媒体直击 趁老公高凌峰到岛外工作时 跟保养品经销商张志坚 疑似在车上激吻 引起了轩然大波 但是当时高凌峰选择力挺老婆 还送他车 带他去二度蜜月 本以为这场家庭风暴就要淡出人们的视线了 可没想到 近日金有庄又再度被拍到 跟张志坚单独出游 约会一曝光 他还惊慌的盖被子 躲在车子的后座 而这一次 恰巧又是在高凌峰外出的时候 高凌峰妻子金有庄跟眼镜男又见面了 只是这次发现被媒体跟拍之后 金有庄马上用被子盖住自己 但包包和鞋子还是全露了线 金有庄七夕情人节才被拍到疑似跟眼镜男约会机吻 当时离台工作的高凌峰选择相信老婆 力挺不追究 事后还送车 带全家外出旅游 就是要挽回婚姻 金有庄也曾表示 不会再跟眼镜男见面 但事情过了一个多月 金有庄却又在高凌峰离开时 被媒体拍到跟眼镜男再次见面 到底怎么回事 喂张先生 你好我是TVBS新闻 听到是记者 眼镜男有点吓到之后随即挂掉电话 而直接来到金有庄的家 金有庄也只愿透过电话响应 说两人纯粹为了工作见面 之前不是答应高大哥说不会再跟赵先生见面 可是这事情不是这样 应该要有什么游戏啊 这些事情我们本来就都不一样 眼镜男和金有庄一口同声都说没什么 但为什么偏偏选在高凌峰不在台湾的时候碰面 而对于高凌峰的行程 金有庄也一概不清楚 再次让外界好奇夫妻俩现在的关系 如果他认为自由是他所希望的 那就是应该让他去自由 总是选择相信老婆的高凌峰 由于人在岛外 手机关机 这回金有庄又被拍到和眼镜男见面 一切恐怕又得等高凌峰回台 才能厘清真相了 19公斤纸骗女贼没钱吃东西 头三明治被判拘役20天 台东昙花百花齐放 民众闻香称奇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简讯 您或许听过昙花一现 但很少人看过昙花百朵绽放 台东因为最近日夜温差较大 符合昙花喜欢冷天气的节气 一位种植昙花超过30年的老伯伯 家里庭院就出现一次上百朵昙花盛开的奇景 赛德克巴莱是导演魏德胜 历时12年赤子打造的电影 同样有一名艺术创作者 也是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 物色事件为题材 耗时三年 画了上百幅赛德克族草图 终于完成了巨幅图画 1930壮世诀别久 描绘男主角莫娜鲁道战死之前 悲壮的最后一页 不少人看了觉得画中人物和电影剧照 非常的神似 但画家表示这只是巧合 因为他至今还没有看过电影 上个月新竹一名患有强迫症 受到只剩19公斤的女子 因为肚子饿 没钱吃饭 多次偷东西被抓到警局 23号新竹地方法院判决下来 法官考虑她因为没钱吃东西才偷窃 是情有可敏 加上犯案后坦诚犯刑 态度良好 因此判刑拘役20天 得一颗罚金 目前这名女子正在疗养院接受治疗 因为作息和饮食正常 有比以前长肉了 新北市巴里地区 一名身高216公分的巨人张金国 曾经因为没有鞋子穿 登上新闻版面 但是23号被哥哥发现 张金国独自陈诗家中多日 疑似是生病暴毙 全身没有外伤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欢迎进入香港迷 下节提示环节 台湾区计划明年春节 连放九天假 岛内旅行社争抢出镜游商机 高雄一家寿司店主打快节奏 利用新干线直打上菜 详细内容稍后为您送上 好的 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眼下秋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那么冬天也就不远了 在台湾有不少的民众开始计划着春节该如何度过 昨天台行政机构发布了一则通知 明年农历春节 台湾民众将渴望享受 从1月21号到1月29号总共9天的假期 9天廉价对许多的上班族来说实在是难得 而旅行社更是看准了商机 忙着策划出镜有产品 明年春节到底能放几天 现在拍板定案 中间只有一天要上班 就是27号初五这一天 初步的理议就是要把27号 1月27号初五这一天调整上班 原本的年假是从除夕放到初三初四补修 27号初五开工 但刚好碰上星期五 很多人会修五天 上一天班再修两天 现在确定弹性放假 过年足足有九天廉价 下个星期六 2月4号补上班 放廉价感觉比较好 他路之后礼拜六再多长一天 蛮OK的了 现在连方九天还不错 可以玩这样吗 想去哪里 想去日本 去滑雪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规划旅行 去哪好呢 留在台湾过年的人 想往南部走 多陪陪家人 又可以享受阳光 过个暖冬 也有不少人干脆把红包拿出来 到海外走一趟 日本可以滑雪 还能疯狂购物 离台湾又近 成了第一选择 对假期的这个 需求比较紧的人 那刚好利用这段时间 你可以有比较长的天数 做长天数的这个 的调整 比如说你可能 刚好利用这段时间去欧洲啊 去比较长城县 平时上班难请假 这回一口气连放九天 六天以上的旅行 成了主打行程 询问度瞬间飙高 餐厅抢客人搞噱头 就连点菜送菜的方式 都别出精彩 在高雄就有寿司业者 在原先的回转轨道上 加了新干线列车 据凡生鱼片手卷等 得抢得快的菜色 全开放了PDA点餐 用直达的新干线送达 先期的创意 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上门 仔细瞧这家寿司店 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看出来了吗 除了底下绕着客人跑的 回转轨道之外 上一程还有快速直达的 新干线列车哦 BB生中新干线送来了 最新鲜的握寿司 还有还有 这边送的是要趁早 食用的手卷 单哥不得的菜色 全靠他来运输 原来他们全是透过 触控式萤幕点餐 再由厨师赶着自作 完成后按下按钮 用这套远从横滨取金 一套要价八百万的 新干线送菜系统送来的 新干线送出来的 这个是没有看过 还蛮新奇的 感觉比较快 你还有需要他来说点餐吗 好 套餐有什么可以介绍的 新干线送菜讲究速度 这家台湾味的餐厅 点餐 送菜 全由穿着高中制服 背着书包的服务生代劳 他们不以速度取胜 在有着杂货店脚踏车 老旧街道的餐厅里走动 营造的就是复古怀旧风格 很可爱啊 有回到以前的古代旧的 回到古代 真的怀旧的感情 看来只要新奇有趣 不论是抢速度的新干线 还是怀旧的古早味 都深受顾客喜爱呢 下面我们请一顿广告 您现在收看的是东南卫星 黑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是见他